这一瓶我觉得它是真的吃了蛮有感的 很沉到这个床里面的感觉 很明确的感受到身体的放松 你越累的时候吃越有感 嗨大家好我是Nancy 今天的影片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最近困扰我很久的就是睡眠品质不好 还有失眠的问题 那想跟大家聊聊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状况 然后跟经历 然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买了一些什么其他的小东西 希望能够稍微帮助我的睡眠品质 我前一阵子有在Instagram上面 弄了一个那个投票 结果发现大概有45%的人都是 可能 either常常失眠 或者是就是会有睡眠障碍 现在大家都是处于一个很高压的状态 然后再加上现在大家很多人的工作形式 都是跟网络或是电商什么相关 所以其实很难真的能够有一个完全off的时间 但我们可能就要思考的 要怎么样就是透过一些别的方式 然后可以多多少少就是帮助到自己的那个睡眠状态 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非常非常浅眠的人 就是我只要有一点声音或者是麦克翻身 或者是有一点光 我都会很容易醒来 然后长久以来 我几乎都是平均每一个晚上我都会至少醒个两三次 那有的时候是醒来 我可能就是翻身一下就可以回去睡 然后有的时候是会睡不着的那一种 那再加上我又是一个很难入眠的人 觉得我都要在床上躺个快则20分钟 然后慢则可能四五个小时都会睡不着的那种 有了小孩以后就是这个状况就是变得更严重 因为就是小孩很多因素就会让我必须就是常常半夜要起来 然后醒来就睡不着这样子 像我自己平常是难入眠 但是我没有到这么频繁的失眠 但是我大概是前一个月吧 我几乎一个礼拜都会失眠个两三天 可能我12点躺上床 然后要躺到那种五六点才睡着 上个月我基本上就是精神状态都不太好这样 应该是因为可能刚好上个月就是真的工作比较忙碌一点 像我自己本身是属于如果我隔天有很重要的工作 或是有重要的行程 我不觉得我自己焦虑 但是我觉得潜意识中我是焦虑的 就是我会很害怕就是可能隔天闹钟没想 然后我就会躺上床之后 然后就是起来再check一下闹钟有没有设好 然后至于这一点我至今还是没办法找出方法去克服它 有一些人会说其实你去运动会帮助 那我自己是 我自己就是 我自己就是在运动的当下会很想睡 然后运动回家之后晚上睡眠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 这样 然后呢也有一些人说要冥想 多其实一些报导或什么他们都很推荐冥想这件事情 就是你每一天早上起来然后到一个安静的房间或是什么 然后你就是闭上眼睛 然后调整你的呼吸 然后就是放空你的思绪 然后可能大概10到15分钟 然后会让你一整天的精神比较好 然后睡前再冥想化你睡眠状况会比较好 那我自己有试过一两次 但对我来说执行上有点困难 就是因为早上起床就是家里就是小孩在那边跑来跑去 所以我很难有一个空间 就是说我把房门关起来 然后不管小孩 然后自己在那边冥想 就是你会听到他们在外面敲门啊 或者是你想冲进来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在执行上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我有朋友有跟我讲说 他说如果我失眠的状况有在持续的话 其实是可以建议去看一下医生 好像上个月忙完之后 11月我好像睡眠状态有稍微好一点 我就觉得好像还可以不用去看医生这样 我觉得最主要就我想要传达就是 我觉得睡眠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嘛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有意识到你的睡眠状态是不好的 我们就是要想方法去看如何的改善它 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一阵子我就是疯狂的买了很多各种辅助睡眠的小东西 首先呢我就先从眼罩开始好了 对我来说眼罩是蛮重要的 我很容易有一点点光线什么我就会醒来 然后如果你有看我之前那个装潢影片的人 就会知道就是我的房间的那个窗帘基本上有一点问题 就是早上起来它就是会有一个那个亮的边框 所以我就必须得戴上眼罩去睡觉 那我自己个人很推荐slip这个品牌 我是在shop up上面买的 它的东西品项不多 它全部都是真丝的 像这个眼罩也是真丝的 然后我有买他们的那个枕头套 它的料子就是很舒服很舒服 当然眼罩你也不一定要买到说就是 呃这个价格啦 但是因为我自己买了 我自己觉得呃睡起来是真的很舒服 然后它这个枕头套就是也是真丝的这样 我之前有看过网路上有一些人分享 他们就说其实你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 然后用这种真丝的枕头套 它也比较不会拉扯我们的脸部肌肤 然后所以就比较不会有皱纹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听听就好 就是一个附加价值 但是至少它就是睡起来是舒服的 这个眼罩我记得好像要两三千 就是它真的不便宜 可是它就是真的很舒服 slip我也有买他们的枕头喷雾 它最主要就是透过一些香味 然后去放松你的心情 所以它不是真的会一喷 然后你躺上去就 就是可以呼呼大睡 但是至少它会让你呃整个枕头 然后整个房间是呈现在一个舒服的氛围内 那slip的这个呢 第一是我觉得它的包装非常的美 就是你把它放在床头边 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摆饰这样子 那它其实里面的味道就是薰衣草跟羊柑橘 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放松很疗愈的味道 像我自己本人非常非常喜欢薰衣草 对我来说它是有的确是有放松的效果的 那我自己呢通常用法我就是会整个房间就是这样 喷个五六下 然后呢有一点点距离 你不要很近的喷你的枕头套 就枕头套再喷个两下 这样会让整个感觉是变得在更加的放松 那第二个我要推荐的枕头喷雾 是Lyon 这个来自英国的品牌 那这个品牌其实在1010就买得到 这一瓶好像是大概1000出头 所以它其实不算很便宜 但是它的味道我很喜欢 再比刚刚这一瓶在稍微再更木质掉一点点 它里面也是一样就是薰衣草 然后有茉莉 刚喷的时候它就是再多一点点 比较温柔的花香 后段的味道是它加入了广阔香 那因为广阔香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味道 所以呢它的味道整体来说是再更木质掉一点 就是比较森林系一点点这样子 这个睡眠喷雾好像有不止一个味道 我记得有两三个 我自己个人是还蛮喜欢这一款的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靠柜自己去闻闻看这样 那再来呢这个品牌叫做This Works 也是一个英国的品牌 然后它专门就是都是在做各种 就是帮助睡眠相关的这些喷雾 还有周边的商品 然后呢这一瓶呢是我朋友送我的 但是我在Looks Fantastic的网站上面也买得到 这一瓶75ml然后也是差不多1000多 它的味道也是羊柑橘然后跟薰衣草 但是它这一瓶的味道 老实说我觉得它有多一点点的药草味的感觉 那我有去查了一下它里面就是加了盐兰草 还有樟树这个成分 所以它的确就是草味比较壮 它好像有分不同的系列 然后我这个Sleep Plus它是就是加强版的 老实说我是没有感觉到说 喷了好像就是很立刻入睡或是什么的 但是就是至少味道我是舒服的 我是喜欢的 再下来这一瓶呢也是我在Looks Fantastic上面买的 然后它的品牌叫Groom 然后它也是英国的品牌 我后来发现是不是英国人可能睡眠状态都不太好 那这一瓶呢是它的外型长得蛮可爱 然后我记得这瓶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 那它这瓶有50ml 虽然它看起来小小 然后这瓶就是很单纯的 几乎就是薰衣草的味道蛮重的 它里面一样也是有羊感觉 但是它的薰衣草味道就是比重比较偏高 但是呢我自己感觉 就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是稍稍的 比较人工香精一些些 就是比起其他的 我会觉得它的味道比较没有这么天然感 但是可能有可能是我自己心里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评估一下 但是因为它价格蛮便宜的 然后整体来说味道也还算好闻 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像这一瓶我就是比较会 就是把它喷在房间 就是空气里面 我比较不会让它直接喷在枕头上 因为枕头上就是 直接就是很近距离的闻到这样子 好 然后接下来的两瓶呢 终于就不是薰衣草跟羊甘菊的combo 一个呢是我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就是醒吴他们的甜脆香物 然后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甜梦管吉喷雾 里面全部都是用各种不同的精油去调和而成 就是有橙花精油 然后羊甘菊精油 然后扇提花精油 然后血草精油 然后主要的功能呢 其实都是让你舒缓你的压力 然后放松你的紧张的情绪这样子 它这一瓶呢 老实说就是你如果 就直接一喷出来 你会觉得它味道其实是蛮浓郁的 所以像这一瓶呢 我大概就是在枕头套上 这样喷个两下这样子 然后稍微等个一两分钟之后再上去睡 它就是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 但是是精油 然后那种很舒压的一个香味 比较偏草本 然后比较木质调的味道 所以这个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 那最后一瓶呢 是我前一阵子才收到 是欧苏丹他寄给我的 那里面就是有 呃天竹葵 然后柑橘甜橙 然后薰衣草 它的味道其实是比较花果香调的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室内的香分 所以如果说你本身是没有这么喜欢薰衣草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这一瓶 好那讲完了就是枕头喷雾室内香分这些之外呢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口服的东西 它们基本上都是 有点像是健康食品的概念 它是食品 它们不是药品 那我先分享一个就是 最近大家网路上讨论蛮高的 就是理科太太 她推出了这个飞航模式胶囊 那因为其实理科太太 她们之前出太空人模式胶囊的时候 我就觉得啊很有趣 但我一直都没有买 但是呢 看到她推出这个飞航模式胶囊的时候 我就是立刻就中了 因为我就是很需要这个东西 我必须说她其实不便宜 因为她这个一瓶是 如果你每一天吃的话是一个月份 然后大概要2000出头 然后那时候预购的时候买的时候有大折 好像买1700-1800左右 那一次要吃两颗 那我觉得这一瓶呢 我觉得她是真的吃了蛮有感的 我自己吃完之后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吧 然后躺上床 我会有一种就是好像很沉到这个床里面的感觉 就是它让我很明确的感受到身体的放松 你越累的时候吃越有感 全身的身体是松的 里面其实也是有帮助身体放松的那个 鎂的成分 然后还有一些维生素B 然后叶酸 好像他们最珍贵的成分是他们的翻红花萃取 基本上我自己吃完之后是觉得还蛮有感的 那刚刚有提到美 那这个美定也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然后它品牌叫Go Healthy 那它也是在Looks Fantastic上面可以找得到 它这一瓶呢 它强调就是它有两种不同形态的美 所以呢会让你就是更能够帮助身体洗手这样子 也是就是睡前可能差不多半个小时吃 然后一次吃两颗 我发现就是有吃这个的话 像你是属于比较浅眠 然后或是很容易半夜都会一直睡睡醒醒的 我觉得吃这个美定是有帮助的 还有另外一个补充美的一个渠道 就是美乳霜 那这个美乳霜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然后我自己个人是真的很喜欢 它基本上里面主要成分也是美的成分 他们其实研究发现啊 其实美它这个成分它有一个很直接的能够放松你的肌肉 然后舒缓你情绪的一个作用 这个美乳霜里面它含美的含量是蛮高的 当你的身体是肌肉是属于非常紧绷的状态的时候 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所以我现在自己就是睡前我可能就会吃 吃这个美定或是吃这个肺行模式胶囊 然后我会在肩颈 我脊肉特别酸痛的地方 我就会擦一点这个美乳霜 就跟这个一样 就是它会让我比较能够一夜好眠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这一瓶也是薰衣草的味道 所以呢我每天晚上睡觉就是整个房间 就是都是这种薰衣草阳甘菊 这种很放松的香味 那我现在自己就是多管齐下 以上这一些呢都是我自己个人的体验 然后自己的个人的一些感受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们自己有什么 呃再更推荐的东西 都可以跟我分享这样子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也别忘了给我一个赞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